咱们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 咱们就给您说道 大唐之上 敌宫啊拿着 这管狼豪笔 上面不是有这个提款吗 一共是13个字 敌的人啊先念了8个字 丁翁六志华诞之喜 大家伙这是盯着这个敌的人 看他往后门念 下面是五个字 宁心仪静提 宁啊就是宁静的宁 这个心呢就是温馨的心 仪啊上面一个竹子头 底下左边一个和睦 要边是一个多少的多字 这个字念仪当什么讲啊 过去来说 楼阁旁边的小屋 一多半都是文人 当做这个书斋的这个斋名 这宁心仪 这着敌的人 看着大家伙就说 这宁心仪就是作案人 书斋之名 哎呀 丁秀才一听 此为何人 小生从来就没有听说 此间有一个书斋 叫这个名字的 敌宫一听 昨天本县这才知道 这宁心仪的主人 乃是泥寿前 除了他有一名至交之外 谁也不知道 他有一个书斋 教辞雅名 堂底下群情激昂 高声的欢呼 一阵贺寒之声 说怎么意思 贺彩呀 好啊 敌大人哪 断案如神哪 于 敌宫一听 哎 这倒不错 我这县衙改了茶馆了 敌宫这阵 看了看大家伙 定位 你王父生前做得 如何奸诈邪恶之事 致使你受前 判得死罪 并且用此奇特的刑法 将他处死 也许你比本县 更加的明明 但是你受前 早已不在人世 本县 无法再审理这个案子 故此宣布 此案到此了结 你带人啊 经唐墓这么一拍 退唐 自己回到这个内衙 唐底下 看审的这些个百姓 于贯而出 走出大唐 一边走一边议论 丁五国这个命案 如此的结局 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敌宫足智多谋 识破了鼻管的机关 破了这个奇案 说敌的人怎么知道 这位尼寿前 他这个亚号 也就是说 书斋的这个亚名 他怎么知道的 在谁呢 在那位贺一先生 贺一隐世家中 不是挂在这个墙上 有一幅单条吗 单条啊 也叫挑善 过去来说啊 叫挑善的不多 都是叫单条 写的是什么呢 前文书我跟您说过 天龙升空成仙果 地银绝土以长生 这个落款就是 宁心仪 泥寿前敬书 所以说呀 敌的人找出了这个答案 敌的人足智多谋 识破了鼻管机关 破了奇案 致使大家伙各个的敬佩 人人的参松 但是也有几位老者 见这个蜜枣啊 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夏文 心中不解 他们预料 这中间还是有文章 这个方丈回到 这个衙门里的下方 却见无风啊 早已等候他多时 无风失礼 恳求道 方伯伯 温厅你啊 正在找 白蓝的下落 如蒙不弃 请准许小侄 助你一臂之力 方丈啊 略微的迟疑了一下 吴相公啊 你为小女吃尽了 这个苦头啊 我实在不敢再为难于你 但是看到你 有一片的致诚 我就答应 不过此时此刻 我有公差在身 你在此稍后 我去区就来 他辞别了这个无风 静止啊 到了县衙的这个大门 这阵老百姓啊 正在丰荣的走出大门 丁伟啊 也随着人流 走到了这个街市上 方丈看得明白 追上去 对这个丁伟说 丁兄弟 请您留步 一大人请您去这个 内压的书斋 少续片刻 咱们再说这个 笔工 在这个内压 换好了便衣 在自己的书案 在后面坐下来 有这个牙医 端上了茶 他压了一口 四名啊 亲随的干扮 围坐在书案之前 陶干早就将这个笔管 锯成了两半 露出了碗子里面的 这个松香 还有这个弹簧 在这方丈领着丁秀才 到了这个书房 敌工啊 对着四哥助手说 我与丁秀才有话鲜血 你一等请退 红参军他们几个人呢 起身走出了大门 唯有这个乔泰 站立不动 老爷 乔泰请留 敌工在这 眉头啊 锁着 一看这个乔泰 面色铁青 心中诧异 略微的一思索 命令他在这个书案旁边坐下来 丁伟啊 也想坐下 但是县令没有赤座 他略微的迟疑了一阵 仍然啊 站在这个原地没动 这是敌工开言道 丁伟 你父亲丁虎国 既然已经离开人世 故此本性 没有在大唐之上 将他的罪行 公布于众 你是他的独生儿子 本来也不愿意在你面前 翻他的尸骨 只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这才不得不向你 言讲明白 你父亲被迫 谢家归天 本县 知道这个底细 西年本县 约这个长安 刑布司 抄写 我是这么一个职务 我是负责抄写 卷宗的 有幸见到了丁虎国一案的 秘密的文本 只因为你父手下 受害者无一幸存 故此案卷上 并没有他罪行行径 这些个详细的计算 但是从吴隆将军 所获大量 间接证据来看 我八百官军 将士的性命 均是断送在你父亲之手 这一事实 无可辩驳 惨案惊动了朝臣 圣上龙颜大怒 本打算将他力展于武门 以计 殉难将士的冤灵 但是转年一想 军中有人正愁天下不论 如果将此惨案真相公开 这些人 必然借机煽动 军中滑遍 射击必乱 故此将这个案情 暗中藏起了 只是将旨赐给你父 辞职隐退 永不禄露 你授钱乃是一刚正 不恶之人 决意侵承你父 令其罪有应得 他辞官也到了这个兰访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向你父亲 讨还血债 为国出奸 为此难的将士报仇 既然他不能 为了圣意 公开取你父亲的手机 于是 就造出了这 巧妙的机关 要了他的性命 对于你授钱的所作所为 本县并不想多加评署 在此只是想向你 讲明白了 对于你父亲 丁虎国一案的 什么缘由 本县清楚 本县知道的是 一清二楚 毫厘不差 丁秀才一天 默默无语 只是低头看着地面 分明他也知晓自己父亲的罪行 乔太端坐在这个木凳之上 双目一眨不眨的直视着前方 敌公在这慢慢的 捋了捋 又长又黑的美然 丁秀才 你父亲一案 本县已经向你说过 现在再说你本人 乔太文言 站起来 对着敌公言道 乔太情退 敌公啊点了点头 乔太自己离开了 敌公一时之间没有开言 丁秀才这阵 诚慌诚苦的抬起头来 见敌公 双目怒火燃烧 吓得不由的倒退了两三步 紧接又低下头了 敌公这只紧握着座椅的扶手 身体浅强 冷冷的说道 丁秀才为何不抬眼 看着本县 丁伟啊略微的一抬头 眼中啊充满了恐惧 敌公这只突然喝到 纯才 纯才 你自作聪明 以为你的肮脏的勾当 可以瞒过本官 真是自欺欺人 敌公好不容易 压住怒火 往下讲去 但是言辞锋利 巨巨头枪 自自立坚 丁秀才一听 吓得萎缩一团 虎谋独害 丁火国之人 并非无风 而是你这个人面授心的 不孝之子 身为人子 作得此等 上天害离之事 天地不如 你早存了 弑父之心 只恨未得给予 难以下手 无风到蓝房之后 你挖空了心思 想出了 以丁屋两家世仇 掩盖你的罪行的主意 你一面对这个无风 竭尽造谣重伤之能事 一面暗中监视于他 趁他外出 喝者下楼酗酒之际 偷偷的溜进了他的化石 将盖了他的 这个图章的纸 偷偷的给接了去 丁秀才在这打算 开口争辩 提供你 以权鸡案 你修得多严 你听我说 你父亲六十寿臣 那天夜间 你早就将 染毒的密枣 纳于秀中 息散之后 你与管家送你父亲 离开寿堂 去这个书斋江西 你父亲起见 开了书斋的大门 你请安之后 你请罢了晚安 跪拜余地 趁着管家入房 点燃书腕上 两支蜡烛之际 于秀中 取出了礼物 默默地 承送给了你的父亲 你无需开言说话 一件盒盖上游 寿笔南山 浮如东海等字样 你父亲就知道 这是受理无疑 你父亲向你道了谢 将这个纸盒 纳于了衣袖 说这日管家出的房 他以为你的父亲 是在将钥匙 放回了袖中 谢你是因为 你向他叩头请安 但是在管家进房 点燃蜡烛之后 再走出房间 这一段时间之内 你父亲为何一直 手拿着钥匙 立于这个门口 为何不开门 以后又随即将他纳于衣袖 不用说呀 管家瞧你父亲纳入衣袖 并非是钥匙 而是装有 染了剧毒的国谱的纸盒 是丧尽天良的 无逆之子 杀害生身父亲的凶物 狄公这只目光如剑 直刺 丁维的双眼 刺了他 浑身如芒 却又不敢将这个视线移开 狄公这只压低了声音 最终你父亲并非死于尼兽 他还没有打开纸盒 已经就被尼兽前的那暗器飞出来 结果了他的性命 丁绣才这才啊 缓缓地出了口气 连着咽了几口唾 结结巴巴地问老爷的高论 小人 啪啪啪 不是 而不敢苟通了 小人 何故 欲弑父 杀死我的亲生的父亲 狄公这只 站立起身形 书案上拿起了存入 丁武国 案卷当中 诗搞的抄件 走到了丁绣才的面前 畜生你大胆 竟敢如此问话 你稀里糊涂的 这首无聊的艳诗 不仅呢 明明白白 道出了那个淫妇 乃是你痛恨 亲生父亲之根源 也将你们这一对 费男女 淫乱之罪 保漏无一 狄公将这个尸狗 向这个丁维脸上扔去 扔过去之后 看着他 看看你在肮脏的 情诗当中 都胡乱写了些什么 你二人于这个相罗账当中 心醉情斥 典张毁尽 轮常丢光 还盼着 花好月圆 成鸾凤配鸳鸯 一时不得 称心如意 便又是肝胆相照 又是愁肠寸断 凡此云云 说出口 真是有无倾庭 你这个衣冠禽兽 竟然与你亲生父亲之妻 王月花 空间乱伦 你是该当 何罪 因为一时之间 撑不结舌 无言以对 到了这这 这才结结巴巴的说 老老老老老 老爷 这首歪师 那乃是小人呢 一次在这个青楼 吃了花酒的时候 为一花姐 那花姐 他叫秋平 我为他而做 实在不敢对这个家府的 偏使测试 心存邪念 万望老爷 气断明鉴 到这这 敌宫直气的 三车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奇窍钻烟 你也这样 你还敢抵赖 这诗中呢 无章点 望刚长六字 姑且不足微距 你隐于 最后四行 诗句当中 聚首之中的 月花心肝 这四个字 难道不是你 犯罪的铁证吗 你还说什么 秋平 书房之内 一片的沉浸 敌宫这阵 压住了火性 又说道 本县本打算 将你们这一对 肩负淫妇 拿到大唐之上 居审定罪 心思着行律 以修复犯罪 造成的损害 为其主要的宗旨 在此案件当中 既无损害 也可以修复 也就不将你二人的丑事 立案功绳 但是如同不能让 独创任意 蔓延一样 回点 乱纲之罪 也不能不受惩处 一根树枝上 生了虫子腐烂了 园丁就得把它拔去 以保全全树 丁门千年古树上 生出了你这根囚枝 那就必须砍掉 你回去 效仿园丁 自我砍伐去吧 丁秀才一听啊 慢慢的转过身子 灰头土脸 黯然的走出了衙门 恍如梦境一般 说这这有人推门 敌戴人一见 谁呀 乔太进来 转怒为喜 乔太赶快坐下 乔太啊 在一张小凳上坐下来 这个脸色仍然是铁青 开门见山的说 老爷您细听我言 十四年前 北疆 胡荣范京 边关告急 皇上 将下圣旨 亲命 丁虎国将军 率领着三万将士 赴边庭御敌 那一年的秋天 由藩将白天彪 率领着胡兵 一万余人 越境讨战 于这个牛头山脚下 将这个丁虎国 中军大营 八千人 团团的围住 浅派藩士 送来了 战表一指 打算跟咱们决一死战 这阵敌我兵力 其实相差无多 又兼着敌人 长途跋涉 并且征战于 他乡异谷 人生地书 与之相比 我军 以意待劳 既得地利 又得人和 如果说 如果说丁虎国 趁敌人 立足未闻 率军迎战的话 未必不能取胜 面对白天彪的包围 众将官 也是立足 出战迎敌 跟丁虎国说道 如今大敌当前 我七尺血性男儿 应该冲锋陷阵 血洒江场 岂能苟且偷安 畏缩不前 但是丁虎国 贪生怕死 致乌龙等众将官 苦见于不顾一意的组合 将这个藩石 代为上宾 并且暗中 与之密衣 许下了金银紧搏 以换取白天彪退兵 哪知道白天彪 得寸进尺 言称 非取我军 手机数百 令其枪挑人头 凯旋而归 方可退兵 丁虎国 假装采纳中意 出兵退敌 以便截断敌人 逃鹿为名 命令梁都尉 率部去这个葫芦古 进行埋伏 梁都尉不知事迹 还以为丁虎国 改弦一辙 决心抗敌 夜商令下 所率 八百余名鲁士 冲出了 重围 兴夜兼程 向此咽喉要刀进发 国军浩浩荡荡的 进入了谷中 正打算安营 突然三声炮响 方之中计 正打算撤出来 谷口早已被敌军 死死的封住 两千湖兵 居高临下 滚石如宝 飞剑四皇 一起向我军 扑江下来 我军虽然说 浴血奋战 忠阴 腹不受敌 寡不敌众 圈军覆没 湖兵割下 数百人的头颅 挑于这个 毛阁之上 鸣金而回 梁都尉 与五名校尉 军是重剑身亡 被剁成肉将 第六名校尉 头盔上 吃了一剑 轰过去 跌于马下 随后 他的座椅 连中三剑 正好倒在 主人的身上 这名校尉 与藩军 离去之后 这才苏醒过来 举摸一敲 无头的尸体 漫山遍野 惨不忍睹 八百剑人 除了他一人之外 无一幸存 说到这 乔太声音都变了 汗珠子 从这个憔悴的脸上 躺下来 闻了闻心神说道 此校尉 满腔的悲愤 风餐露宿 一路寻回京志 将丁虎锅 告到了兵部大唐 但是兵部宣称 丁虎锅 已经谢家为民 今后不得再提此事 此校尉 温听此言 一气之下 谢去了荣装 立士 要亲自斩了丁虎锅 的人头 一记 九圈之下 八百冤鬼之灵 从此他改换名姓 浪迹江湖 寻找丁虎锅的下落 后来 于这个陆林当中 结识了一名好汉 两人结为了一姓兄弟 相依为命 有一天 他于山林当中 偶遇一位 赋任的贤名的县主 于是投在他的名下 这名县主 对他严明深叫 尊尊的诱导 使他心灯波亮 踏踏踏踏踏踏踏 在这乔泰声泪俱下 声音颤 狄大人深情的看着他 这位亲随干般一眼 乔泰如今丁虎锅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只是命中注定 你的清风昆武剑 不该为老贼的污血索然 最终你手前 结果了他的狗命 释放在你对我演讲之事 到此为止 你我都不得再对他人说过 不过当初你我结识的时候 你有言在先 一旦找到了仇人 你即刻离我而去 尽你仇家已出 我知道你心在君中 故此不想为你心愿 将你强留于此 乔泰 我打算找一口诗 将你送往京师 我给你写一封密信 给这个兵部上司 你带着他 何愁他不为你一个都位之时 但不知乔泰 你意下如何 乔泰一听淡然一笑 老爷生前长安之日 便是乔泰去京师之时 只要老爷不弃 乔泰情愿伺候老爷 终身不离 那夜子我离开您不行 我干嘛要离开您呢 狄公文言大喜 好 一言为定 乔泰 你诚信随我 如此深情厚义 我当楼骨铭心 莫适不忘 咱们不说这个 狄公跟这个乔泰演讲 咱们再说这个方吉 销了差复了命之后 就去这个值班房 找这个吴峰续话 吴峰啊 只是惦记白蓝 仍然失踪一事 其余的一概毫无兴趣 他早就将这个皮鞭领域之苦 望得一干二净 对这个方正就说了 我心中只想着白蓝 一旦把他找到了 我就请出大媒 上门求亲 与他早定百年 方正一听 默默的一点头 寻思着如此高门子弟 打算跟他的长女 冗结勤尽之好 不觉得心中暗喜 但是方正是个古板之人的 万事循规蹈矩 讲究尊卑礼教 四这等儿女终身大事 对他看来 吴峰啊 需要先请出三枚六正 与他说和 然后方正和在他面前 谈及婚嫁迎娶之事 这个红参军 不是找这个李夫人吗 这是受了敌宫的这个命令 可是啊 他也是居于这个礼教 不愿意亲自前往 他就命令这个黑蓝 带他呀打探 他心里的想着什么呢 自古男女受受不侵呢 如果说一名男子 到处的找寻一名女子 不免瓜田李相 无私有弊 弄不好还会 有损呢 李夫人的亲们 其实那一阵啊 人们 还真是封建 现在还别说这个 那口口上裸聊的 不有的是吗